今天这一题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张图片的关系 一下子登上了这个微博热搜 攸关南海越南 所以这个呢急喊停 越南自己的报道 7月3号有一篇报道 美国电影有没有芭比 很多女孩从小玩这个芭比娃娃 有没有芭比确定 无法获得越南当局的上映许可证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中国南海九段线的地图 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 所以越南的官员说 这个画面呢具有冒犯性 今天看到了这个大陆 很多媒体说怎样 说你跟好莱坞发飙 结果中国躺枪啊 干我中国什么事 对不对 好路透社也报道 因为含有南海九段线 2019年越南封杀了 这个好莱坞的动画片 雪人奇缘 其实2019年就封杀 去年再度封杀 Sony的这个动作片 这个神秘海域 所以呢最近又有封杀 所以它不断 它只要看到这个九段线就抓狂 对不对 当然这九段线 我们稍后请介大使来讲 现在是中国对南海地区的 这个主权主张 当然越南不承认啊 这事情为什么这么敏感 只不过是电影而已 要整个连电影都封杀 对啊 这个关于领土主权啊 领土主权对任何国家来讲 都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 对 这个领土主权 每一个国家是寸土不让啊 对 那这个九段线 其实是中华民国的主张 这个就是二次大战以后 那时候我们去接收 我们这个南海传统的岛屿啊 我们派了很 我们派了军舰 包括太平舰 中叶舰啊 这些啊 一个舰队下去啊 把这个啊 我们在南海的岛屿啊 都设立戒碑 然后呢 公布了一段九段线 那这个十一段线 十一段线是 我们今天 我们中华民国还是十一段线 我们没有放弃啊 我们对南海的主权的这个主张啊 跟今天中国大陆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变化 那最主要是中国大陆 因为他们在这个建政以后啊 他们因为开始的时候 跟越南关系蛮好的啊 因为他帮助越南的跟 抵抗美国这个侵略啊 所以 在一段时间在越南跟这个 中国大陆很好的时候 他们在北部的这个啊 越南北部 有关跟中国临街的这个水域啊 那么做过领土方面谈判 而且达成协议了 达成协议后 那个时候就说 那这两条线就不需要了 靠近越南北部的两条线啊 我们一共九段线 我们是十一段 那两段的话 中国大陆说这个解决了 这个就不要化了 就变成剩下九段 那么九段线的出处 是中华民国在抗战胜利以后啊 那么啊 对这个南海的传统 我们中国的主权啊 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啊 看查 然后呢 宣示跟实际的管制 管辖 管制 管辖 那时候我们在两个岛 就开始驻军了 一个叫太平岛 一个叫中叶岛 中叶岛 那为什么叫太平岛 因为在那个去 到太平岛的那个军舰 叫太平舰 那为什么叫中叶岛 因为去接收中叶岛的 是叫中叶舰 那所以就一个太平岛 一个中叶岛 而且这两个岛 是整个南海里面 唯一能够让有淡水 然后可以维持自己经济生活的 两个最大的岛屿 那都被我们 都被我们实际管辖 那中叶岛在 在后来因为 因为这个好 常常台风补给 补给不上 所以有一阵子台风呢 就撤了 就撤了以后 就都撤到 有的撤回台湾 有的撤到太平岛以后 那后来就被 菲律宾趁续而入 把中叶岛把他抢去了 不过这是另外一段话 不过我们跟 这个跟这个越南之间 有关这个 尤其南沙群岛这块 西沙群岛 中国大陆已经完全控制 而且在那里面 成立了这个 应该是三沙四吧 里面有小学 有电影院 什么已经变成一个 完全有经济活动的 一个岛屿 西沙已经没有问 那南沙的部分呢 我们最大的岛 就是我们太平岛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 海巡署上百名的冠军转 我也去过 我也去过 那个岛真的是 相当的大 而且它有原始的土壤 还有好几口水井 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 应该是有一个 有一个庙 应该是妈祖庙 都是我们过去 在那个地方 长期我们渔民经过的时候 这也都是一个 属于我们的主权 是不可质疑的 可是周围有些小岛 就被越南给占了 我去南沙群岛的时候 我手机打开 怎么手机接到越南 越南电信局的 越南电信公司的 你的手机就自动接上它了 然后它就发给你讯息 你现在已经进入越南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回来就建议说 中华电信公司赶快把讯号打到南沙群岛 要不然你到那个岛上 你一看手机是越南了 可是我们在南沙群岛的时候 我们在太平岛的时候 那驻军就跟我们讲说 你看那边有一个岛 我们肉眼就看到了 那边肉眼可以看到 另外南沙群岛就被越南给占领 那越南事实上在南沙占的岛最多 因为它靠近他们比较 而且最早开始到这个 在这个南海 填沙造岛的就是越南 越南填了好几个岛 不是中国大陆开始在那边造岛 我们的太平岛是原始形成的 越南就是这个岛这么小 它给它填海填得那么大 越南最先开始 所以越南对于南沙 它对于我们这个南海的主权 是挑战最大的 挑战最大的 所以呢 所以他们是很认真的 而且呢 他们已经在靠近 越南水域的附近的这个 应该是在我们九段线以内的水域 我们的九段线 我们的十一段线里面 已经非法在开采 属于我们的石油了 那这个石油呢 听说一年 有人说 大概收益高达四十亿美元 所以越南已经在盗取 我们的石油的资源了 海底石油 那可是中国大陆事实上 跟越南在过去五六年 曾经因为这个越南非法 进入中国的领海 也就是九段线以内 来探餐石油 起过很多次冲突 那所以这个中间 这边事实上 不是跟菲律宾的 这个直接的冲撞很多 最多是跟越南 那我就要问了 那这个九段线 中国南海的九段线 越南不高兴 那为什么中国南海九段线 会出现在美国电影里面 而且还不止一次 美国要不然就是不知道 要不然就是故意的 故意的 因为美国遗留很多问题 当时我们去接收 太平南海主导的时候 美国帮我们忙 美国很支持我们 而且美国是承认 以事实承认 我们那个对南海的主权 但现在美国也利用 菲律宾跟越南 在这个南海挑逝 它现在就是故意的 对啊 所以你觉得这个 中国九段线 出现在这个美国电影里面 挑起中越两国的纠纷 这对美国来讲 这是对他们来讲 是小菜一点 可是他们习惯用这种方式 就跟美国在这个 在这个所谓的钓鱼台上面 也是一样 日本人对美国非常不满意 他们写了一本书 就钓鱼台的纠纷 是美国人故意造成的 为什么 还要造成中国跟日本之间 永远的争执 那也它也达到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国际政治是险恶的 美国在挑拨 中国跟越南之间的情感 把这个纠纷扩大 连电影它都要这样着手 你就晓得 这些帝国主义国家 真的是技巧纯熟 手法非常有用 儿子 转饭 散步 started